像這個都已經採收上來了 然後只要清洗一下就可以出貨 台南柯農將一顆顆牡蠣收進 籃子 暫時放在岸邊潛水區域 約蘇拉颱風前腳剛走 還奎奏緊接而來 擔心牆降雨會破壞牡蠣 眼見平衡 景妮餘溫 柯農擔心的還有這個 你看那個我們爐竹溝光電場 這一個場域 他離我們社區這麼的近 巡視家園看著眼前的光電板 憂心忡忡 因為氣象局預估颱風將從台東登陸 並從台南地區出海 住家旁滿滿的光電能原板 就怕大風一來抵抗不住風勢 造成危害 最近幾年台南廣設太陽能發電板 四年來首次遇上台風中心登陸 可能會帶來17級強陣風 面板是否能成功抵抗風雨備受挑戰 光電板受風面積大 居民還是覺得怕怕的 不只要防強風還回颱風的雨勢 也是不容小覷 氣象局預估台南雨量可能上看300到500毫米 白河水庫三號上51點 預先進行調節性放水 做好萬全準備防範風雨來襲 近新聞 余家瑋 吳宇軒 黃一軒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